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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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也想是自己能够打开一点吧 你看 它稳不住 如果这个球的环境啊 你如果把弧线稍微拉 这样的球测圈子就很好的 2比0 好的 马龙再来 打高球 已经不太清晰的这种感觉 2比5 马龙落后 好的 让你有的时候想象不到 很多冷板出现 这是第4局 我们看到这个马龙交手 是两个月前的亚锦赛单打比赛 马龙是4比1 战胜对手 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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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办法 刚才陈彬知道也说了 就是这场比较对应变能力 对 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怎么来应变 好的 他现在你看整个人 这球马龙了 不许多 不许多 年轨 至于 平外 不许多 开始这么大所以他复杂 好的 现在马龙拿下了第五局 好的 这球马龙拿下的质量太低了 这个环节没有摆脱掉 对方都是拧拉 再一个在落点上 你看在给对方反手 我觉得在落点上 或者说在节奏上 你不要让他正好赶上这个点 对吧 你也许有这么一个技术环节 就是你可能中发力拉的 这应该不是马龙的风格 马龙应该手上粘球的能力 是非常强的 这个球在 征服奥运资格的一场比赛 他揭发球全是依靠于反手 这个球如果给一阵子大脚 我们就在 所以所有机球的感觉上来 都有一些问题 马龙又追了一分 这个环球比赛长球 在马龙的测心 拉球 拉丢了 但与孝希呢 日本的小年胜了三场 拿到了这个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4比2 战胜了中国的选手马龙 马龙现在呢 这等于就是没有晋级决赛 打成了三四 那么他还会在经历下面的比赛之后呢 我们相信马龙呢 在接下来能够发挥出 这个一个更好的选择 去获取这个奥运的参赛资格 也感谢 谢谢